有需要的媒體朋友們請到電池安全檢測這邊 請到電池安全檢測 電池安全檢測這一趴第二趟 到完之後我們會有最後一趟是組裝的 OK嗎 好大概OK了嗎 OK喔 好那我們請繼續開始電池安全檢測 好這個是我們的電池安全檢測 那當然的話其實我們是根據不同的機器 我們必須要把手機連接到我們官方的測試 電池系統以後呢 把它轉換成一個測試電池模式 手機轉換成測試電池模式這樣以後呢 它會載一個APK到這個手機裡面來 那我們這邊呢準備兩個Sample 第一個的話它是測試完全正常 那第二個的話呢是測試液程 那有地方有不符合我們的規範 那這包括哪幾個項目呢 第一個的話呢就是 它電池的話充電的溫度 第二個的話是整個充電系統 充電系統的話就是整個USB連接到這個充電器的時候 它這個回路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的話呢是整個電池的電容量 那第四個的話是整個充電回路的內部組長 那這個整個流程來講的話 它其實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步驟跑完的話 總共它需要五到六分鐘 那所以我們這邊準備了兩個Sample 讓大家看 這個的話呢就是它的測試過程 它其實有點慢 那跑完的話呢成功就是像這樣子 那跑完的話呢成功就是像這樣子 失敗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個流程要大概五六分鐘有點慢 在那邊 那邊 然後呢 因此 然後呢 還有